中国演艺界近来可说是十分动荡 接连有知名一线艺人被列入猎金名单 更甚者被刑事调查 而仍然安好的业界人士 只能够绷紧神经紧跟着党走 生怕一不小心踩到红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近日又发话 直指文艺工作者品性不端 是不被接受的 香港经济日报综合报道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作家协会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合称文代会 在14号登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特别的出席发表演说 习近平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五点希望 强调文艺工作者应该要追求 得意双心 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影响 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一个文艺工作者 如果品性不端 人民不会接受 时代也不会接受 有媒体指出 本次习近平的发言 似乎是效仿毛泽东 1942年召开延安文艺会座谈会 当时毛泽东就亲自披挖上转 负责文艺界的整风 但实际的目的是要整党解决路线斗争 习近平处处地效法毛泽东 这一次高调地就文艺工作发表讲话 并强调自己对文艺工作的重视与掌控 与他前段时间发动娱乐界大政做事一致的 既有从政敌曾庆红家族手中 收复文艺镇定的意图 也希望放大文艺为洗脑服务 为中共意识形态服务的功效 另外在央视的镜头中 可以看到彭丽媛也出席了本次活动 央视还特别地给彭丽媛一个静静 并且停留好几秒的时间 此事也引发外界议论 彭丽媛的政治地位似乎有抬升的迹象 今年的北戴河休假结束之后 彭丽媛的几次高调亮相就引发了外界关注 外界普遍相信 彭丽媛参政与习近平在中共内部 缺少可以信任的人有关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义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 毛泽东 刘少奇 康生 最后都逃不过让夫人参与政治的怪圈 是因为独裁者走到最后 谁都不信就用夫人 未来彭丽媛是否会走上江青的老路 值得外界持续的观望 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 中共当局希望能够摆脱被美国抓紧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 希望达成芯片自造 结果却是引发了芯片烂尾潮 而后北京当局决定加码压住相对稳定的中芯国际 但是才刚刚主资就传出了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对中芯的断供 根据彭博报道 有消息人士称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预计在本月16日开会 商务部 国防部 国务院以及能源部将会派副主管及官员出席会议 讨论对中芯国际出口管制的调整 报道表示 美国有意要收紧对中芯国际的出口禁令 按照目前方面来看 中芯将会难以应用材料 科林研发等等美气采购设备 美国预计要更改相关预定陈述 例如当前规定中不能够出口用于生产先进芯片的特需设备 美国拟将特需改为可以用于 此前有外电报道指出 美国国防部人不满现在针对中芯的出口禁令的漏洞 无法阻止中芯国际获得大量半导体制造机器 但美国商务部部分官员并不同意有关提案 报道又指 国防部希望限制中芯 获得14奈米及以下制程芯片的工具 变相地扩大中芯国际的限制清单 如果方案正式实行 中芯联用于生产不是先进芯片的设备 都会变得难以采购 受此消息影响 中芯股价在中午收市跌了2.3% 报19.54元 近年来美国严打与中国有关的学术间谍 其中之一的知名案子 就是前哈佛化学与生化系主任利博 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利博是研究奈米材料的顶尖专家 美国联邦政府去年1月份 根据司法部一项备受争议的 打击中国窃取美国技术和人才的计划 中国倡议逮捕了利博 并且制控他在隐瞒与武汉大学的关系 以及接受中国政府报酬问题上 向美国政府说谎 利博去年7月份被正式起诉 他被控在2018和2019年 参加中国的千人计划 并且在中国的武汉理工大学 设立了一个研究实验室 但是他却在这些问题上 向美国联邦当局撒谎 美国司法部当时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 根据利博的三年合约 武汉理工大学据称 每个月向利博支付最多5万美元的薪水 报销最多为100万元人民币的生活开支 并且奖励他150多万美元 让他在武汉理工大学成立一个研究实验室 此案在本月14号开始陪审谈的组建工作 不过针对政府对他六项有关提供虚假声明 和税务欺诈的指控 现年62岁的利博坚持认定无罪 他的辩护律师马克·穆卡萨也表示 利博没有隐瞒任何事情 而且也没有像政府指控的那样拿取报酬 在美国前总统川普时期出台的 中国倡议计划严打学术间谍 目前为止依照该计划 一共有23名美国学者成为的指控对象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华裔 另外有几十名在美国企业工作的科学家 也遭到联邦调查人员追捕 而相关行动受到学术界批评是干预学术自由 今年3月份 40位美国学术界人士联名发表一封公开信 对交道政府起诉的利博表示支持 这封包括七位诺贝尔德江主 联署的公开信 赞扬利博是一代人之中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还称司法部以打击经济间谍为名 对学术界成员加大审视 其几项调查都反映出 对现代科学的根本误解 因为现代科学中的开源实践 让发现供所有人享用 观察人士认为 有关利博一案的审理 不仅是关利博的前途 可能也会影响到美国司法部 中国倡议严打计划的存费 已经有很多的科学家 学术机构 政坛人士和国会议员呼吁 要废除中国倡议 近年来中国电信巨头 被指控与中共过从甚密 可能引发他国国安风险 因此遭出出了多国的5G建设 虽然华为方面时刻否认 但近日却又有报道纰漏 华为参与中国官方监控 企业 政治人物都难以倖免 华盛顿邮报今天刊登调查报道 表示对3000多张华为的简报 进行了分析 发现华为在追踪中国民众方面 发挥的作用 比原先承认的还要更加广泛 报道称 这些简报去年底发布在华为官网 揭露华为在中国五大 主要监控行动所发挥的作用 包括华为透过其技术 协助中共当局 以声音辨识个人 监狱监控 跟踪感兴趣的政治人物 以及监控新疆再教育营和囚犯的劳动计划 同时也帮助零售商使用人脸辨别追踪消费者 在录音分析方面 华为与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科大讯飞 共同地开发科大讯飞声闻管理平台 协助当局出于国家安全目的分析录音 以声音与声闻的大数据识别个人 在监狱和看守所监控部分 华为则与另外一家中国公司 上海华为科技共同开发的综合监狱监控系统 此外华为的监控系统还能够透过精准定位 使用人脸识别监控摄影机进行跟踪等等措施 帮助中共追踪有兴趣的政治人物和犯罪嫌疑人 以及新疆地区的监控等等 对于华为的报道 华为透过声明表示 对报道所指的计划毫无所知 并表示与所有其他主要服务供应商一样 华为提供符合业界通用标准的云端服务 声明也指出华为并未开发或销售任何针对特定人群的系统 并要求所有业务部门与合作伙伴遵守适用的法律与商业道德 而文中所提及的企业都未回应置评请求 北京冬奥将在明年2月份登场 但是中国长久以来的人权问题 与彭帅事件饱受国际社会批评 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和部分国家 已经宣布将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不派官员出席 而现在外界都在观察 欧盟是否会针对抵制北京冬奥仪式 决定共同的立场 目前为止波罗的海三国与奥地利和比利时 已经表示不派官员赴北京参加冬奥 但是法国方面希望等待欧盟讨论统一的立场 不过欧盟成员国对中国的立场不一 可能很难讨论出结果 法广综合报道 欧盟领袖因于星期四16号讨论是否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议题 法国与荷兰已经将此一议题登记到议事日程表上 就现在来看新西兰模式可能会是欧盟一些成员国的选择 那就是不刻意的抵制 但是也不派出官方代表出席 奥地利总理日前就与新西兰政府一样 以新冠肺炎为由表示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 而就在欧盟仍在讨论是否该进行外交抵制之前 中国奥委会再次出面为中国背书 试图缓和国际间对本次奥运的批评 德国之声报道 国际奥会高级委员加拿大人庞德认为 将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交给北京是当时最佳的选择 庞德强调 让一个国家主办奥运会 并非显示奥会支持该国的政治目标 授权主办奥会的标准是 该国作为体育国家的重要程度 以及该国是否具备当今国际期待的举办奥运的能力 庞德说 外交的以至冬奥让人感到遗憾 不过比起1980年和1984年全面抵制奥运会 毕竟有了一定的进步 1980年抵制沃斯科奥运会时 说法就是派运动员等于派士兵 另外庞德还表示 中国方面做出了两项承诺 一是参加奥运的运动员和官员免签前往中国 二是费用承诺 其余事项都是与中方奥运承办委员会 协商达成的 其中还包括了运动员享有言论自由 在遵守奥会规定的前提之下 运动员可以自由地表达其观点 但是纵观中国的言论自由现况 相关保证可能很难说服国际社会